冬天温差大是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季节 尤其是在清晨5点到9点是心血管发生意外的高峰期 对此有营养师指出 平时可以多吃点洋葱 核桃 鱼类 有助于维持血管的畅通 尤其是洋葱更是好处多多 在寒冷的天气里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专家说早上睡醒时千万不要立刻下床 应该让身体及四肢都苏醒后 再缓慢起身并穿上保暖的衣物 避免身体因为接触到冷空气 使得血管变窄 血压急速收缩 导致血管压力增加 容易造成中风急促死 若想维持血管畅通 可多吃以下三种有助通血路的食物 第一 洋葱 洋葱含有胡皮素 具有抗氧化功能 能保护血管不被破坏 切洋葱特有的硫化物2C丙肌硫米 接触到空气后 会被酵素酸胺酸酶所分解 转化为大酸素 能使血流更加顺畅 抑制血液凝固 可预防高血压 动脉硬化 心肌梗塞 脑梗塞等疾病的效果 第二 核桃 核桃营养价值极高 根据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显示 填核桃每100公克含有2172毫克金氨酸 可被人体转换后生成一种氧化氮 作用在血管内皮细胞 让血管平滑机放松 使血管扩张及减少血管阻力 第三 多吃鱼 鱼类含有丰富的Omega 3 具有抗炎抗氧化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及抑制血栓形成的功能 饮食中可多吃青鱼 秋刀鱼 柳叶鱼 白带鱼及鲑鱼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